台灣已經掌握第24例確診者 所接觸的352人 目前檢測完其中111人都呈現陰性 南韓宣布進入社區感染階段 今天暴增53例 累計達104例 還出現了死亡首例 中共大陸復工後 廣州、重慶、北京、蘇州等省市 都爆發聚集性感染 上千人被隔離 行政院會通過防疫特別條例草案 為製作業加碼新台幣34.7億元的紓困金 並擴大胎商回流資格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板街8點新聞